32岁的陈梦贤近日惊爆是母胎单身 甚至自称是恋爱白痴 她表示自己私下比较文静一点 因为怕尴尬 所以跟异性相处的经验很少 受到中式恋爱上线中节目组的主持邀约时 陈梦贤第一反应以为制作单位找错人 我跟恋爱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是国语的节目 但我讲台语比较多 接下恋爱实境节目主持棒让她压力倍增 但也表示这次主持节目 她会向那些男生们学习 看怎么掳获女生的芳心 她透露心中的理想型是蔡依林 身为女生认真做事的眼神很有魅力 像蔡依林跳舞时很傻的眼神 当女朋友不知道多好 可以一起跳舞 不过陈梦贤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却有超强的红娘体质 很喜欢撮合他人 陈梦贤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却有超强的红娘体质 她分享多年前在加工厂上班 很乐于帮同事制造机会 曾把两个人推进厕所关起来 制造机会让他们相处 不过现在的她 反倒常被别人牵红线 粉丝有很多婆婆妈妈 觉得我做女婿不错 想帮我介绍他们的女儿 孙女 邻居等等 还会私讯照片给我 让陈梦贤受宠若惊 而就在前不久 一人陈梦贤终于买下新房 这是基隆的三房景观豪宅 如今也已经装潢完工 消息曝光后 还有人笑称 有大家的参与及祝福 相信明年陈梦贤 就可以买新一区的豪宅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消息 其实就是她的哥哥 陈昭伟曝光的 陈昭伟还说 两个来自小琉球的亲兄弟 在短时间内 获得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真的很感谢也很感动 有机会一定会再推出 更好的合体作品 呈现给大家 以报答大家的不嫌弃 当时在节目上 她还特意强调 跟陈梦贤真的是亲兄弟 而不是两个好朋友 组一个男团 取名百万兄弟 也提到一样是亲兄弟的 还有李无三兄弟 而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 其实是县志级兄弟 听完她的澄清 现场瞬间笑声一片 作为歌客的陈昭伟 钢琴 笛字 英语演讲等 无所不行 而且从小学五年级开始 每周有三天 要搭船到屏东上英文课 遇到台风天时 害怕船不会开 她甚至还提早八小时赶去 只为上二个小时的英文课 她也是小溜溜 首开先例 到本岛去学习英文的人 而陈梦贤则出身歌唱选秀节目 《超级红人榜》 出道后不但做着歌手 还摇身变成了填字人及主持人 更是打破超级红人榜开播记录 在该节目的影片点阅率甚至破百万 出道至今累积超高人气 超强的改编才华 搭配逗趣的表演风格 让观众印象深刻 还得到了一个全球巨星的称号 然而显为人知的是 荧幕上总是热情带给大家欢笑的她 在成长过程中 其实曾有一段一年少轻狂 而错失与父亲最后相处的遗憾故事 据媒体报道 来自屏东小琉球的她 青春期时因为自己经常我行我素 丝毫不听从家中管教 甚至还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为此 父亲对她的教育也是偏向于严格 但不懂父爱的她 却因此与父亲置气 倔强的父亲也不愿答应她 有很长一段时间 父子两人都未曾说上一句话 直到后来 父亲过世后 被船只运送离开小琉球 船只气笛声响起的那一瞬间 陈梦贤才真正体会到失去父亲的痛 回忆那时的心情 她说就那一刻 我和爸爸的所有故事 都在脑海中一夜夜翻过 我心中处了对爸爸的想念 剩下的全是回忆 也正是这份懊悔的遗憾 让她亲自到台南家里 告有人家中开设的面点店 拜师学做润饼皮 为的就是希望将当年没来得及说的话 包进亲手做的润饼里 怀念天上的爸爸 虽然成品人不及身旁老师傅 那般平整轻薄 但人被老师傅大赞很有天分 连面点店第二代也忍不住笑称 比我学四十几年还厉害 有次上节目 她难得说起父亲 总是止不住的哽咽 说到父亲出事起因的时候 她更是眼眶通红 情绪瞬间决堤 据她回忆 父亲出事那天正好是清明节 而且是那段时间以来最冷的一天 当天因为小琉球停电 父亲不得不摸黑 骑车返家 结果因为没有灯光 其心中不慎撞上路灯 摔倒在地之后 立刻失去意识 后来被人送去医院 经医生检查 诊断为已经造成严重脑出血 必须马上进行大脑手术 在这短短一天半的时间里 父亲就从一个正常人 突然转变成躺在家户病房 昏迷不醒的病人 然而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父亲身上的并发症 未有一丝好转 甚至被呼吸照顾病房 频频发出病危通知 表示父亲应急性肾衰竭 及败血症 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 接到消息的一家人 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但人活在担忧恐惧中 之后没几天 医院告知父亲因血压下降 生命迹象微弱 那一夜 一家人呈现备战状态 也商讨出处理父亲后事的方法 父亲去世之后 他一路从心皮的小康医院 来到佛光山万寿园 短短三十分钟的车程 却是陪父亲走过的最后一段路 一路上 回想起过去二十年全家生活的种种 有举家看电影出游的欢乐 也有全家在路灯下享用晚餐的记忆 更有近几年一家五口 在高雄讨生活的艰苦 失去父亲的他 好一段时间都在悲伤情绪中 无法自拔 茶饭不思之下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精神面貌极差 陈梦贤透露 有段父亲生前对他说的话 到现在都让他记忆有心 人要想生存下去 必须想尽办法努力 而这也正是他当年就算身上没有什么钱 还是依然决定北上参加歌唱比赛的原因 不想辜负这份期望 一定要让天上的爸爸为他感到骄傲 所以才能坚持下去 说着更忍不住直言 将来还要继续努力 绝不放弃 此外 家中顶梁柱的去世 除了子女 悲伤的还有他的妈妈 有次他再度回归超级红人榜 一改往日的唱跳风格 转而抒进演唱女人的故事 以此献给自己伟大的母亲 而陈妈妈也为了这次的本月主打心 特别来到现场给了她一个惊喜 没想到妈妈一现身合唱 她瞬间情绪决低 一度崩溃到唱不下去 当场就将妈妈抱住 不但她请难自已 就连现场的主持人 以及评审老师 也被这温馨的氛围感动到掉下泪水 在父亲去世之后 妈妈独自辛苦地抚养她 和两个哥哥长大 为了三个儿子 陈妈妈宁愿自己背负这重担 也要成全儿子们的梦想 期间吃过再多苦 也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都说父爱如山 其实这句话应用在妈妈的身上 也很贴切 毕竟为母则刚 当妈妈意识到 只有自己才能照顾孩子的时候 一定会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力 哪怕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 而陈梦玄也是感念于妈妈的坚强 才想着将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情感 借着歌曲传达出来 妈妈在感受到她的感恩之余 也跟大家分享了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心路历程 让人更加佩服一名母亲的坚毅 期间 妈妈除了诉说过往 还颇为自豪地说孩子们都很孝顺 发展得也很好 最后更是喊话丈夫 说没有辜负丈夫对自己的托付 当时节目现场 自从妈妈开始说 陈梦玄的眼泪就没停过 身为妈妈的儿子 她自然可以体会到妈妈的艰辛 所以这些年一直努力在演艺事业上奋斗 想让妈妈彻底安稳下来 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是想让父亲看到 自己可以照顾好妈妈 让父亲在那一边放心 如今已经懂事的陈梦玄 在演艺事业上也是相当出色 之前超级红人榜的过年特别节目 《男女歌合战》再度强势登场 制作单位曾特别将表演主轴设定为传承 让观众能欣赏到闽南与歌坛前辈 与红人榜歌手的合作表演 节目曾邀请到人称小甜甜布兰娥的方任娥 来到红人榜舞台 而且她还特别带着她的妹妹同台演出 在众人期待妹妹的现身时 出场的竟是红人榜的当红炸子集陈梦贤 原来她是为了扮演方任娥的妹妹 祭出久违的反串演出 两姐妹性感献唱三个爱人的歌中剧 妖娇的模样让主持人蔡昌宪 许致豪以及歌手高家群都忍不住搭讪他们 上演三男追求女神的戏码 逗得大家乐不可知 陈梦贤是首次跟前辈方任娥合作 她开玩笑地表示 刚开始以为阿娥姐会很严肃 没想到原来阿娥姐也是很外向的 雨碧就和方任娥同声大笑还牵起手来 姐妹化逗趣的画面让现场笑声不断 而陈梦贤的变装表演一直都深受观众喜爱 这次为了与方任娥做搭配 硬是将不合身的女装给穿进去 结果导致太过紧身 被蔡昌宪调侃说方任娥穿起来像礼服 陈梦贤穿起来像防寒衣 许志豪更说陈梦贤的肚子看起来像怀孕三个月 瞬间笑翻众人 还有次是登上白冰主持的节目 陈梦贤一样是男扮女装 眉眼反串的妖娇模样充满韵味 甚至让白冰冰打趣地说 不如去歌一下 做成真正的女生 说起陈梦贤的哥哥陈昭伟 在事业上的陈舅不比他差 陈昭伟曾任琉球初中 屏东县中正初中英文教师 放弃教职后转入演艺圈 评级多才多艺 与弟弟陈梦贤合足百万兄弟 在一谈闯出一片天 他能歌门演又能主持 由于是英文老教师出身 成为三身带的出色主持人 展现多才多艺才华 还曾在大赛中拿下奖项 之前由最大艺术学习平台 eartscore开办的 柳青艺术大赛 为当今华人音乐界 柳青大赛的最高殿堂 汇集各地的柳青好手 其具敬意 第一届2019年 于杭州开办之后 获得乐团关注 隔年因疫情严禁停办 经过一年多的软硬体规划完善后 第二届终于在网络开赛 参赛者经初选评审后 于线上进行决赛 吸引近600名选手参加 竞争相当激烈 评审团阵容更真专业与庞大 由20位来自于各地的柳青教育家 演奏家组成 堪称史上评审团最坚强阵容 而陈昭伟这次世纪上届比赛 夺得成人组特别金奖后 再度拿下金奖 蝉联二连霸 另外他与同为国际爱乐国乐团的 琵琶申部首席杨雅成组队 报名了非职业承奏专案 以松山印象一曲拿下金奖 成为了本届比赛唯一的双冠王 刷新该比赛获奖记录 获得大会评委及选手关注 他们承奏参赛的作品 也获评审团之邀于闭幕音乐会演出 他很感谢评审委员肯定与赞赏 刻意让台湾多年培养柳琴人才的努力被看见 也非常开心能代表台湾参赛获奖 未来将更加致力于柳琴的推广与演奏 他自幼学习钢琴 长大才开始学习柳琴 诗成资深柳琴演奏家徐世英 近年来获奖无数 并经常受邀与国乐团及交响乐团 和演柳琴协奏曲 对于柳琴音乐的推广不遗余力 是少数飞客班 却能活跃于演奏舞台的青年演奏家之一 如今 兄弟二人齐齐努力 并未辜负父亲对他们的期望 也没有让母亲当年的辛苦白费 期待他们可以为观众带来 更多精彩的演出作品 也希望他们事业一路走高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